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实验室 我是湾叔 前段时间 我养的螳螂意外断了一条腿 在褪皮以后只长出来了一小节 不是很完美 接下来很多小伙伴都私信我 说想看看蟑螂的腿断了以后 是不是也能长出来 没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做这个实验 首先先科普一下 昆虫如果腿断了 理论上会在最近一次褪皮时 长出一条稍小的腿 然后接下来每褪一次皮 都会长大一点 直到长得跟原来大小一样为止 现在有三个盒子 左边盒子里是成年蟑螂 我们暂且称之为大小强 中间盒子里的是中等大小的蟑螂 暂且称之为中小强 右边盒子里装的是 刚孵化不久的小蟑螂 暂且称之为小小强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刚遭遇了一场车祸 都少了一条腿 接下来 我会定时喂给它们吃食物 然后观察它们的腿是否能长出来 看胃口真不错 看样子应该很快就能长出腿的吧 第二天早上 我发现有一只小小强变成了白色 说明它褪皮了 来看看它的腿有没有长出来 果然没有 意料之中 才过了一天 肯定长不出来 又过了三天 大家猜猜看 蟑螂的腿有没有长出来了 小小强没有长出腿来 中小强也没有长出腿来 大小强也还是没有长出腿来 一个星期过去了 我们再来看看小强们的腿长得怎么样了 大小强没有长出腿来 中小强 哎 好像有变化哦 仔细看 下面这只又变成六条腿了 再看上面这只 还是五条腿 现在终于有一只中小强长出新腿来了 再来看小小强呢 仔细看哦 小小强好像也长出腿来了 两只都长出来了 看来 越小的蟑螂 断腿以后越容易长出腿来 又过了三个星期 我们来看看小强们的情况 首先看小小强 两只小小强都已经把腿长好了 又是完整的六条腿了 再来看中小强 哎 还有一只中小强呢 怎么只剩下一节屁股了 最后来看大小强 这只大小强也挺狠的 把同伴的头给吃了 即便如此 也没能把腿给长出来 等等 这些移动的小点是什么 怎么多出来这么多小小强 真的是厉害 最后总结一下 小小强断腿以后 能很快重新长出来 中小强也能把腿长回来 但是可能褪皮的频率 没有小小强频繁 所以再生能力会稍微弱一点 而大小强的腿 一旦断了以后 就再也不会长出来了 但是 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生儿育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